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因为如果我们长期不换盆土了 它的盆土是比较容易板结的 而且呢里面的营养呢也会非常的贫瘠 就会影响君子男根系吸收营养 然后导致它生长不良 所以我们最好一年给它换一次盆土 而选择的盆土的话呢 一定要足够疏松透气肥沃 才更适合君子男的生长 第二点就是肥力 肥力就是要给它补充足够的营养 我们可以呢给它在盆土里面呢 用上这个钙片 钙片呢可以预防盆土板结 而且呢可以促进它根系吸收的能力 可以让根系呢生长得更加健壮 直接将一粒钙片 然后把它碾碎成粉末 放在清水里面呢 搅拌溶解之后呢 浇灌给君子男的盆土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给它补充足够的淡肥 淡肥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黄豆水 将黄豆呢煮熟 然后将煮黄豆的水和黄豆 一起放在塑料瓶里面 密封发酵大概两到三个月左右 就腐收好了 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对水稀释三十倍到五十倍之后 再浇灌给君子男 那么君子男吸收了足够的营养之后呢 它就会长势非常的健壮 长出非常多的新叶出来 长势非常的旺盛 好了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 谢谢大家